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 先来关注的是 美国前总统川普 胜选之后的第一天 几乎都待在佛州海湖山庄 密集的跟各国领袖通电话 同时川普也开始在 寻觅白宫幕僚长的人选 为未来组阁运作准备 而拜登也主动致电川普祝贺 川普确认当选美国总统 他在佛州海湖山庄的维安 立刻升级到准总统规格 海岸警卫队从早到晚 全天候在附近水面巡逻 胜选后的第一天 川普在做什么 根据CNN掌握 川普一整天都在跟各国领袖 热线通话 拜登也致电祝贺 邀请川普前往白宫商讨 政权交接 川普也有望摆脱联邦诉讼案 知情人士透露特别检察官 史密斯考虑结束对川普的犯罪指控 川普竞选时开出多张选举支票 不仅高喊将在24小时内 结束乌尔战争 还说要对台湾收保护费 另外还包括驱逐非法移民特赦参与国会暴动人士 还要减税削减气候法规 有哪些竞选支票会真的兑现 大家都睁大眼在看 TB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共和党这次大获全胜 除了拿下总统宝座 参议院也取得多数席次 现在众院席次也渴望过半 如果掌握了参众两院 共和党将迈入完全执政 这次美国大选 国会也将进行改选 台裔联邦众议员刘云平 在加州第36选区竞选连任 目前得票率过半 几乎笃定当选 刘云平是民主党的反传大将 过去常上CNN节目批评川普 而常支持台美文化交流的 华裔众议员赵美馨 也在加州第28选区连任成功 众院国会台湾连线 共和党及四位共同主席 同样都确定在选区获胜 共和党在参议院取得过半的52席 众院共和党现在拿下209席 离218席门槛还差9席 共和党有机会也掌握众院 迈向全面执政 共和党如果完全执政 未来四年川普推动政策阻碍更少 包括上任初期的内阁人事任命 不过完全执政也代表川普未来施政 如果有任何失误都会算在共和党头上 特别新闻 走过来 川普的胜选外界当然就担忧提高官税的问题 会让台湾的半导体面临挑战 对此台积电副总经理说目前还没有接到相关的讯息 但台美双方的合作方向不会改变 川普胜选全球关注台积电是否会遭殃 资深副总说话 认为谁当美国总统都不影响双方合作 但川普喊话要加关税 是否对台积电不利 传出台积电要送川普大礼 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一座12寸竞争场 12月完工典礼 4奈米现金制程也将正式量产 但有外媒报道 拜登现任前加快拨出晶片法相关资金 表示台积电已经完成谈判 美国官方将在近日公布协议 不过台积电对此事尚无回应 有专家预测台积电被加税几率高 最不利的情况是加税并取消补贴 有可能是加税但有条件维持补贴 例如要求扩大投资美国 前进制程加速落地美国 专家说半导体属于中间财必须在经过其他国组装 因此认为川普政策势必会做调整 但也向企业示警表示新政府上任 加速中美角力 对于中国的半导体出货管制一定会更加强烈 不止局限在先进制程 因此台湾企业可能得面临选边战的问题 另外在美中议题的部分 学者也点出川普重返白宫之后 台湾将面临的风险 相信由此记者庄凯宇 美国总统大选已底定 川普正式要来当选美国总统 那么现在他从2024年开始有四年的任期 这四年当中对美中台三方来讲 有什么重要的时间点呢 来看一下 因为2027年刚好是解放军建军百年 就怕会有什么其他更大的动作 所以台湾方面也都是非常担心的 再看一下这个中共还会碰到这个中共的二十一大 所以美中台三方的关系 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我们现在看一下台湾的学者是怎么分析的呢 像是这个但大副教授黄介正 他也是国民党的国际部主任 他明天将代表国民党出发到美国 跟共和党的一些官员来做一些交流 保持两党对话的空间 那在这之前 他就怎么分析川普当选呢 他说目前台美对威胁感的认知差距很大 他还说台湾应该要主动向美国提出 防卫构想以及建军计划 因为他分析 如果川普认为未来四年 两岸很有可能发生冲突 但是台湾却不这么认为 双方差异认知很大的话 就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沟通 再来看一下 不是带着空白笔记本来问美国该怎么做 否则未来的国防预算可能会被美方来全权主导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教授怎么分析 政大教授严正生就说 如果川普要台湾买保单 这买保单的意思似乎就是像先前说的保护费 他说应该要把这个理赔项目写得清楚 所以就是代表台海政策不能持续战略模糊 向美方先前的态度一定要非常清楚 而美国时代杂志最新一起以川普胜选作为封面 时代杂志分析川普胜选关键就是八个字 力争男性守住女性的策略 而川普当选之后不少年轻穿粉挥舞国旗 狂欢庆祝 时代杂志公布11月杂志封面照 当选美国总统的川普登上封面 时代杂志贴文分析 川普这次选战强调经济和移民议题 转移反堕胎的注意力 秉持力争男性守住女性的策略 成为他的至胜关键 得知川普胜选之后 阿拉巴马州澳本大学学生 在树上挂满卷筒卫生纸挥舞国旗 手舞足道大声欢呼 尽管维基尼亚州由民主党拿下 自由大学学生在草原上举国旗唱国歌 甚至有多名男学生落着上半身 跟着夜晚校园游行队伍 不少支持者都是因为不满意当前的经济 选择投给川普 不过真正的川粉在这里 佛州一间川普周边商店 开门前一小时早已大排长龙 店内的川普马克背帽子 钥匙圈几乎很少一空 川粉的购买力实在很惊人 我正在买了冠军 和祝福礼物 我父亲都喜欢小的东西 相隔四年川普再度入主白宫 川粉的心情激动中带着期待 川普组中带着 川普把美国的赢索好 但他太愿意 他将所有人好 但他更愿意 他无所愿意 你会看见这国的改变 和希望世界上来的增长 川普到底会不会向川粉口中的让世界改变 还有待时间考验 特别新闻早报道 川普胜选之后 特斯拉的股价飙涨近15% 因为执行长马斯克是川普胜选的大工程 胜选之夜 川普还花了很长的篇幅赞扬马斯克是天才 但其实川普跟马斯克也曾经闹过不合 川普胜选演说直呼大金主马斯克是天才 出钱又出力帮他打赢选战 竞选期间马斯克就自认能让美国再次壮大 马斯克出资上亿美元赞助川普竞选 可说是川普重返白宫的大工程 但两人过去曾互看不顺眼 这一席话曾激怒川普 2016大选期间 马斯克还向媒体表示川普不是合适的人选 两人唇枪舌战怎么又变成兄弟情 外媒分析两人都有自我膨胀 与夸大成就的倾向 另外川普曾扬言要砍电动车补助 似乎对马斯克的特斯拉不利 不过专家分析川普当选 有助于马斯克旗下的SpaceX太空事业 因为共和党长期支持火星任务 特斯拉股价在川普胜选后 暴涨近百分之十五 市值一夜之间积增约一千两百亿美元 两人各取所施创造双赢局面 地边新闻总和报道 川普才刚刚当选总统 美国就出现抗议活动 还有保守派的反同性恋示威 闯入德州校园引发恐慌 而反川抗议也出现在海外 环保人士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 抨击抗议川普的气候证件 美国大选刚落幕 反川抗议声浪已经开始 群众集结废城市府外 抗议版写下停止川普终结资本主义 德州校园则出现反同示威 引发学生恐慌 来自俄亥俄州的手头族 为LGBTQ族群发声 飞翼女性选民同样感到绝望 纽约市民甚至认为要重新计票 而这股反川浪潮迅速向海外蔓延 环保团体在美国驻伦敦 大使馆招牌狂喷橘色油漆蟹愤 还在社群平台发魂 川普的胜利将把世界各地的生命 置于危险之中 德国与法国民众直呼 不敢相信川普当选 纽约时报头版更以国家分裂 悬而未决为标题 形容川普将重返白宫 一场大选在世界各地掀起涟漪 TBN新闻综合报道 而吞下败仗的贺锦丽隔了一天 终于现身承认败选 她以感性的话语说 在黑暗中才可以看见光明 让台下支持者哭成一片 贺锦丽还特别对第一次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喊话 这次虽然失败但不要放弃希望 败选后隔一天贺锦丽收拾起悲伤 在某校霍华的大学 鼓励支持者不要放弃希望 只是台下的观众早就哭成累人额 还有人担心美国即将进入黑暗时期 不过贺锦丽还是有风度努力安慰 截至目前川普的全美总票数 已拿超过7200万票 比贺锦丽的6700多万票高出470万票左右 部分选民看到这样的结果还是很震惊 民主党这次惨败收场 专家认为败选的责任不能全推给贺锦丽 主要还是大多选民在经济议题上 不满拜登过去4年的做法 而贺锦丽的副总统身份又难以切割 成了最大包袱 好 继续来关注我们看到立院财委会昨天审查 财化法蓝绿爆发冲突 而传出国民党赵委陈玉珍是贯彻朱立伦意志 蓝营内部也传出杂音 再把时间交给凯玉 我们来看一下周三的财政委员会 其实引爆了朝野非常激烈的冲突 就是因为财化法的修正草案 我们来看一下当天的画面 国民党立委全部身穿白色的衣服 以人海战术来把这个法案通过 那这当中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招伟陈玉珍 因为他大概只花了三分钟的时间 就把财化法送出财委会 来引爆蓝绿的这些冲突 那现在就平面媒体也爆料 其实会这样做 其实背后党主席朱立伦也有下指导级 他虽然没有直接下达指令 但是他其实也早已经知道 党团会以最快速度来送出草案 因为他认为财化法一定要来修 就算最后不一定是按照国民党 完全提出的版本 但是还是要先把这个财化法 先送出委员会 未来才有办法来进行更多的讨论 后续来协商提这些修正动议等等都可以 因为他说他走访地方的沟通的时候 发现很多律委 未来想要选县市首长的人 他们也认为财化法一定要修 虽然后续这个比例到底怎么分配 还可以再讨论 因为现在执政县市虽然是国民党比较多 但是未来不一定代表国民党可以永久执政 现在修一修对未来民进党 就算真正夺回执政权的时候 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他认为这些比例等等 后续都可以谈 但至少要先来建立制度 那国民党因此来选择这个速战速决 但是也留下这个程序正义的是个相骂本 因为他们认为国民党三分钟通过实在太快了 但是对国民党来说 民党先前人数多的时候 也是草草几分钟就来解决这些草案 所以现在看来这个后续可能很难平复 那除了这些政治讯息 赶快拿起手机扫描旁边的QR Code 下载PBSAPP 给您最快最新最及时的新闻讯息 不管一群人就集在会议座上面 招委陈玉珍三分钟内 宣布散会象征 裁划法修正草案出委 欢呼一声一片 但是后前人却被绿营揭笑是三分针 居然来那幕也有杂音 前瞻会议当中也同样的地点 我们邱玉珍主席也是一分钟时间 也是这样通过 请问那时候民进党有说任何的事情吗 用三分钟来诠释 这是这么好像黑箱作业的过关 我们送出去的版本是四五月就送出去的 党内有些预速则不达 科智人帮忙缓夹 毕竟这次修法最大改变在于 莱茵主张将75比25的垂直分配 改成6比4 瞬间让中央市数6600亿以上 同时也主张扩大统策分配款3208亿 让更多资源落到地方政府的口袋里 以国民党的版本来讲是比较有利 但是后面还有一些要件没有讲清楚 我能说去吃王 好像乞丐一样 我觉得实在是 那民进党的话 你的主张你要提出来 去连前一天 列席的高领事长陈清迈都曾表态支持修法 他要请我 他结果不让我讲话 他们的高职效 县市地方政府希望能够修财化法 我们也希望陈清迈 翁张良各县市首长讲真心话 把你们的真心话讲给赖清德听 在立院动用暴力当家闹事 说到底其实就是怕得罪赖清德 让我大清德中没银两能花 只是眼下行政院似乎人不打断 换个做法 就是政院这边是认为说 还需要经过充分的讨论 也因此目前其实政院是希望 在现行制度之下 先能够确保各项重大的建设 可以稳步的推进 不让资源落入对方手里 没有让步的余地 而昨天我们看到朝野爆发激烈冲突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事后指控他的牙齿被打断 却被略形质疑 其实他的牙齿早就掉了 但是同党立委徐巧新 今天是有新市政 指控陈玉珍的牙齿 就是被民进党赖会员极断 就是这起冲突让陈玉珍掉了一颗牙 民进党立委赖会员和陈佩玉 死死把陈玉珍压在桌上 但意识攻防冲突再所难免 陈玉珍不怪人 倒是同事还在帮忙抓 凶手是谁 就是赖会员压住了陈玉珍委员的嘴巴 让他受到了牙齿上面的二度伤害 徐巧新端出新市政 指赖会员在这起冲突当下 手臂恰巧压住陈玉珍的嘴 才害他的牙齿二度断掉 牙齿不会那么脆 那如果是真的我死利的话 也不会是只有断一根 我们南部来的 赖会员否认指控 还把旁边的男立委 一起卷进来 邱振军的这个大拇指 更靠近那个陈玉珍的嘴巴 所以这个凶手是谁 我觉得就很肯定就是邱振军 不过还原当下 邱振军的动作是在帮忙解救陈玉珍 才把赖会员的手赶紧拉开 已经散会了在离开现场的过程中 民进党还继续去打人 那这跟暴力集团有什么两样 采划法闯关瞬间失焦 蓝绿为了一颗牙 臭翻天 TVB的新闻 华振军李宗泽 台北采访报道 经过三个半小时的约谈 柯文哲妻子陈佩琪离开连镇署 但人坐在车子里 用外套盖住车窗 避免被媒体拍摄 而时间回到七号上午九点多 陈佩琪迅速进到连镇署内 没有任何回应 这是他继八月和柯文哲 一起被带进连镇署后 第二次被找来 厘清金华城案的金流 同样是证人身份 但这回就在民进党前立委 蔡壁如被约谈之后 火速约谈陈佩琪 被认为检方可能有掌握到新市镇 传出重点在蔡壁如的一份变迁手遇 疑似于政治现金有关联 但他在九月时就已经否认 但蔡壁如被乐团之后 马上换陈佩琪 难免让人怀疑有关联 而金华城案延烧至今 除了应小魏和省庆今遭延压 同样被延压的柯文哲 不只是官司要烦恼 党内的纷扰也不断 民众党前秘书长谢力公 日程陈珍对金华城案发文 说依照第二次裁定书的内容来看 柯主席应该已经承认部分事实 被解读是要柯文哲认罪协商 争取最有利的结果 加上他上节目的相关言论 都被检举到民众党中评会 预计七号开会讨论陈楚 但他前一晚发文 说自己不会到中评会说明 认为检举内容失实 是刻意被断僵取义 没有完整呈现事实 自己更没说过 获得减刑是对柯文哲最好的选择 金华城案不止谁收会受瞩目 民众党内的动荡也引发讨论 TVBS新闻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